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猛兽侠系列BB29血炎膜 包装正面依旧有猛兽侠系列五周年的logo 内容物除了收纳盒之外还送有一个特效件 说明书没太多好讲一如既往的清晰 而由于我很喜欢角色卡所以每次都要展示一下 取出主体看看血炎膜的造型明显就是机械哥斯拉 而模具方面很明显还是BB25剑龙断钢尺的改模品 不信把剑龙立起来对比一下 基本结构完全相同 再算上BB26甲龙猛鞭 这已经是第三个使用这款模具的正编号产品 当然这次的改模幅度比之前都要明显 首先头部除了外形改变还特意做了透明零件来增加质感 而且嘴部还做了尖锐的牙齿更显凶恶 背上所有的透明尖刺都是血炎膜独有的外形 背后仓盖上量产式的三个字也很有趣 尾部的尖端也改为了一个大钳字 遗憾的是钳字并不能张开 而改模最大的地方是四肢部分 首先因为前爪不在接地被改小了很多 腿部也在脚尖部分增加了独立关节 以改模品而论 这样的改模幅度也算蛮有诚意 而如果只论配色 这是三只里面最酷的一只 辅送的配件自然是文明世界的哥斯拉射线 将特效件安插在口中的炮管 果然能喷出射线才更显霸气 而如果你刚好拥有BB03大猩猩翘翘 就可以上演一出金刚大战哥斯拉 而既然是同目剧 变形流程参考BB25建龙的视频即可 这里我不打算重复录制 唯一的区别是 由于前爪的结构变动 需要先将前爪旋转180度 再上翻盖皮 脚尖部分也多了一个上翻收纳的过程 剩下的步骤则几乎没有变动 需要感慨的是 配色的改变确实对美感影响很大 狭子形态的血研膜 也是目前同目剧三款中最酷的一个 老规矩将它放入辅赠的收纳盒 猛兽侠家族又添一元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可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哦 感谢观看